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我們最中立的分析台 今天我們要來回顧昨天 AMK打閃電狼的這一場非常多觀眾 在問說為什麼AMK明明拿下了酬夫症 但是卻打不出任何東西 甚至是基本上從頭到尾 一直被做壓制的動作 那我覺得首先我先跟各位講 為什麼說我們是最中立的呢 因為你也可以看到今天不管哪一隊打得好 我就會說哪一隊打得好 哪一隊打得不好 我就說哪一隊打得不好 或是選角上面我也會這麼講 就像閃電狼之前遇到喬夫症的時候 我說他們完全不會解 結果呢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會解了 我們先來看這場的陣容到底出現了什麼問題 以及AMK哪裡需要補強 我現在所講的東西希望呢 我是認真希望AMK可以改善了 因為我自己的好朋友Pika就在這一隊裡面 OK那等一下Pika我也會針對你 我會說一些你需要做的東西 因為呢這場我看到你在玩的時候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OK來首先呢我們這邊按個暫停 OK你可以從前面看到呢就是AMK選了喬夫症 對吧 洛伊然後加上夜叉 哇看起來非常的強 但是你看一下閃電狼在前三選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把你給殺掉了 那也跟AMK這邊BP出現的問題也有關係 我們先從第一選 第一選沒什麼問題嘛 AMK首搶洛伊 那閃電狼呢第一時間直接把你的這個 有點算是以選代選啊 怕你選這個 亥牙 直接把他給你拿走 因為最一開始玩這個陣容喬夫症的時候 亥牙是拿去打什麼 反邊的 然後他也怕你說啊我今天選了一隻反邊 然後他可以一直封王代線 所以有兩隻代線角色 那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給槍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拉茲拿來推的 我們在3月18號的時候有說 那時候第一次3月17號 大家看到那個喬夫症 剛搬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說 這整套體系到底該怎麼打 然後以及呢 有一些輔助你可以怎麼選 我們先不要看這隻美娜 來各位你看到這兩隻的時候 你會先想到什麼東西 你看到一隻卡芬妮加上一隻夜叉 OK你可能先想到 哇嗚喬夫症對不對 這兩隻搭起來喬夫症 哇很強 很強 但問題就出現在 這一個第二選的射手 你看到這二三選選下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有一個東西 怎麼樣都可以選 選到這裡的時候 我相信啦 其他隊的教練第一時間 不管是閃電狼還是其他隊的教練 第一時間一定就是一隻 因為現在是第一局 美娜直接給他選下去 絕對 你怎麼解我不可能 你在打排位的時候 你只要打比較上面一點的排位 比如說百大裡面的排位 不管是巔峰賽還是排位賽 美娜這時候選下去你直接天崩地裂 所以這隻射手是不可能先按出來的 這樣真的 就是 絕對會爆炸 因為你前期就是速射砲一直點 一直點 然後夜叉也是 夜叉最怕什麼 美娜 佛洛倫 之類的 可是問題就是 當你今天還有一隻卡芬妮 或是那種普攻可以一直射的 比如說拉維爾 之類的 美娜選下去 絕對爆 絕對爆 所以這個時候選下去 這個美娜是絕對會 讓你直接爆炸 可是MK問你就是為什麼沒有想到這個點 我覺得是 有點奇怪 有點奇怪 只是講真的 這二三選 你可能會覺得說什麼買後炮 但是你只要有一點程度的話 絕對就是美娜 他絕對怕死這隻美娜 然後再來就是看 這個 Ban掉的角色 其實我有點不太懂為什麼要Ban4 就這隻角色不管怎麼樣 都已經對死你這兩隻 這隻美娜一定對死這隻夜叉跟卡芬妮 再多Ban一個Forum沒什麼意義 完全沒有意義 應該是往輔助位Ban 那輔助位要往哪裡Ban呢 請看我們3月18號 也就是3月17號 喬夫陣 剛被ONE TEAM拿出來的時候 閃電王當時 還不會解 可是呢 那時候我們在3月18號的中午12點 立刻出了 那天喬夫陣怎麼解的 輔助角 請看阿尼 克萊斯 這種東西 把他推出去 他想要回家 把他推出去 或是呢 我有看 或是那種防守類型的 提米艾瑞 用艾瑞 咬住你 那種 也有 然後我覺得皮皮 應該也可以 因為皮皮康的也差 那所以呢 到了這個第四選 提米順勢也是選下去了嘛 對不對 其實提米這隻角色 在對上喬夫陣的時候 我目前看到BNG也會這樣子弄 然後 呃 拉茲前期 中線 輕很慢的這個劣勢點 因為提米 可以帶著這隻拉茲 來去搶線 那 他的 遊走速度 一定比對方 朗博來得快 很多 那當然啦 如果你今天以 BP 對位 的 呃 Counter Peak 來去看的話 當然啊 提米過來我朗博拍你一下 你就走了 可是問題是今天是打一個戰術體系 我想要跟你搶中線 我今天只要兩個人 我就搶得贏你 那我跑的速度比你快 所以變成說 你是被動方 我是主動方 了解嗎 就是提米那一邊是主動方 朗博是被動方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的速度一定會比對方來得慢 那我們非要不是說 馬上來看這場的實戰環節 然後呢 前面一等這一波 必須強調 乃綠沒有做錯 因為呢 這場我在看直播的時候 賽平跟主播有說 呃就是 乃綠這個動作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記得他們好像大概是這樣講吧 但是只有 隻身一人走進藍buff 而後面維珍 也是趕緊跟了過來 但這藍buff已經是被燕鈴給的制裁下來 這綠哥人這麼好 對啊 這是另類的幫子嗎 這是 也沒有打到底的樣子耶 好像打到一半我人也走了 對 主要是在中府前面電檔的清線速度是偏慢的 如果要錄的話 就是整體來說 隊友都是要跟上的 這個中線可能就要先放著 沒錯 但是錯了 並不是 喔 我們這邊就是這麼錄喔 對 哈哈哈哈 好像會惹到很多人耶 是不是 但是 你今天如果想要聽最中立的 我就直接這樣講 喔 來 你注意看 為什麼乃綠第一 第一時間一等的時候是 直接直奔對方藍區 你這時候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做 第一個你插不是我 對吧 第二個 第二個 他明明就搶不了這個藍buff 為什麼他還要這樣子做 他要拖延對方的時間 給對方壓力 這時候壓力給除了你 人員必須調上來 有沒有看到 輔助第一時間是直接在這裡的 那 你就看一下另外一邊 這時候可以做什麼事 中線直接搶 剛剛說了 拉茲清線很慢 可是配上一隻提米很快 那我這時候再給你這個壓力 哇 哇 中線直接輸 你看這兩個人 直接把中線給搶掉 所以這時候 AMK拿他 我就沒有辦法 那他也沒有想要做什麼 搶這個藍buff 因為不可能搶得到 所謂對方 呃 制裁失誤 所以呢 看比賽的時候 你不能只看 呃 可能導播切給你的畫面 因為我必須說 有時候 我也看不太懂 那個導播到底是切什麼 哈哈哈哈 一次得罪好多人 但是呢 我就講實話 好不好 我就講實話 然後再來 my friend 為什麼你這場帶小精靈呢 為什麼 夜叉達美娜是不能帶小精靈 絕對不能 你會 因為小精靈每射 觸發每射一次 也會讓那隻美娜 不停的怎麼樣 疊成 所以 夜叉達美娜是絕對不能帶小精靈 那為什麼這場這樣子帶 我不知道 但是 就失誤了 然後你再來看 中間 四個人直接過來 中間永遠搶輸 拉茲永遠都是在跑線的 前面光是第一波的時候 拉茲就搶到什麼 鳥 還有你 紅驅的什麼 視野 所以 所有視野的強奪拳 都是由中線 來去做 帶的 翻說對決 的兵線 中線是最快 對接的 那其他雙兵線 就比較慢 然後現在呢 你就不停的看到 剛剛的畫面 拉茲 搶中線 配合其他隊友 不停的 把中線給搶起來 那拉茲這隻角色就是什麼 很好來去做什麼 視野的探查 你中線河道就是各種種 然後你可以看到 夜叉打美娜 你看 美娜就一直 哈囉哈囉哈囉 你小精靈一直射 有沒有 小精靈一直射 我就一直弄一直弄 然後這波也是一樣 就是 想要直接錄 想要直接錄進去 然後這邊可以看一下鎮哲 鎮哲這個推真的是很完美 然後加上這個萬轉 只是呢 就很可惜 對 注意看 這邊就很可惜啦 就是復活沒有附到 然後 就是 怎麼說 開來有點 太早 哈哈哈哈 復活沒附到 然後導致說 後面全部被收 就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多觀眾都問說 為什麼這個時候卡芬妮 不去點他 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卡芬妮不去點他 其實是有原因的 他真的沒有辦法點 他如果點了 只會加速那一隻 呃 神訓女超的死亡時間 因為呢 卡芬妮每點 一下 他輸出套每點他一下 都是 沉被動 所以他就不停的會這樣 呃 呃 呃 剛剛所謂前面的宣角 然後以及 中線不停被搶的情況下 還有一等的這個 入侵野區 應該不是說一等 就是 假裝入侵 入侵給你一部壓力之後 你可以看到現在 整個中線 永遠都是閃電狼人來去帶的 那中線這個東西 有多麼的重要 不用多說了 OK 那我覺得目前 以GCS聯賽 搶中線有問題的幾支隊伍 總共有兩支 第一支是NNK 第二支是 HKA 就是這兩支隊伍 目前我看起來 搶中線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中線很重要 先搶先贏 然後你就可以先跑 對 只是 嗯 我覺得 其實NNK有蠻多東西要改善的 然後 就我剛剛所講的幾個點吧 第一個 第一個 呃 BPE的時候 可能要多向一些陣容 然後第二個 出裝 魔紋 之類的東西 可能 多做研究 然後練習量可能要拉起來 然後第三個 就是 中線這個東西 始終沒有解決 對 然後我個人覺得 星野 差到有點極致 差到很誇張 就有點怪 然後中府 看起來是沒有 中府看起來是沒有 為什麼配合 以前面 從 春季賽開始 我個人覺得 應該就說中野府 中野府 看起來是 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誰 他們是誰摳 就看起來沒什麼 方向感 然後你看 周星一直掉 有沒有 周星一直掉 一隻 一隻 若伊沒有辦法輕得比對方兩隻來得快 對 然後現在整體節奏 就在閃電檔這邊 你看就直接什麼 二閃啊 什麼招式全部給他放一放 不過呢 這個時候 夜叉這個關 其實我覺得關得很好 我覺得關得很好 只是問題就是 這是不夠 是不是不夠 然後看起來也有點不太敢打 那 如果你 沒有要 站出來的話 遊戲就結束了 對 遊戲就結束了 推不到後期了 現在這個遊戲就變得 說 你在慢性勢 如果剛剛可以 硬勢打 因為逆風方 如果拿到人頭 學爛 會比較倒餒 對不對 直接學爛 然後你還可以把視野 慢慢的給布出去 兵線也慢慢的整理起來 因為人多 只是 呃 我是覺得可能 NK就怕了吧 然後這個 對 很奇怪的失誤 不知道 你有看到嗎 這裡 攤酒陶 不知道 這就不知道 那我個人 是 不知道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但我覺得 這個 這種東西真的就是要靠教練 第一個 你練習量 練習量要拉起來 我們直接講一個 隊伍成功的例子 好了 就是從 一開始打得不好 然後現在 整體 嚇死人 BMG BMG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打得 不知道在幹嘛 後面 哇 你就很明顯的感受到 他們一定花了很多時間 去練習 因為練習量不會騙人 練習量不會騙人 練習量不會騙人 BMG都做到 整個拉起來 可以有一些 那種不可能的失誤 我們講直白一點 心野也是 他的站位有問題 他的中路的站位有問題 尤其是玩那種 輸出角的時候 站位就是有問題 可是這個東西 真的就是 沒有辦法改 我覺得 一定可以改 只是 就看你怎麼做囉 對不對 你這個就是 練習量要把整個整個 整體給 給他拉高 不然 永遠就是擺在那邊 就 爆掉 就是會有那種莫名其妙的失誤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給 我自己給NK幾個建議啦 好不好 這講下來可能有點自大 但是我自己看下來 我自己一個完全 中立的立場 我看下來 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很像是 五個人 自己在打排位 HK現在也很像 HK現在也很像 HK現在那個什麼 我個人覺得 不是NK跟 那個 打打他們換線 之類的 有問題之類的 我覺得是 中服問題比較大 以HK來說 中服問題比較大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打打 願意回去打 打野 他應該也是為了 為了勝利吧 因為其實講真的 這一季 是打什麼 這首位 打得好不好 好啊 好好啊 這首超穩的 敢輸出的時候就輸出 前期超穩的 不會死 問題就是 今天 射手能夠給到資訊 他只能給資訊 他不能摳 以前你們前面不能做事 對 就是長這樣 所以你必須靠你的中服 野 那現在遊戲 一樣 我們回到這個 快受不了了 不停的被這樣子打 疫情不停的消耗 然後 然後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被剩下 超好笑 超夢名其妙 現在就已經整個亂套了 看不到夜叉 搭上若伊 的體系 做到了什麼事情 就看不到 然後現在就是 頂多有啦 失誤件 失誤件然後立刻回去 可是問題就是這個物件 不是你想最好的那個物件嗎 是剩下來的 以閃電狼 順勢方的情況下 我覺得 八分鐘之後 開始拿 二砍 對吧 然後這裡就 你一看到經濟差 這時候就拉出來了 拉姿揍一拳 頭直接破掉 沒辦法打 現在呢 就可以看到 音線也控得很好啊 然後就直接壓進去 就這樣子壓進去 然後被綁到 但沒關係 有復活 對 復活 骷髏飛起來 然後 那個小三就直接拉出來了 然後萬轉 轉進去 非常漂亮 然後直接二技能往後拉 雖然你擁有什麼 一直回溫前的這個洛伊 可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經濟跟我差太多了 差了五千塊 五千塊 哇 沒辦法打 那個美娜硬到爆炸 對不對 美娜已經 贏了兩千塊 中路贏了一千塊 那個拉茲現在揍影一下 他現在是可以秒殺後排的喔 他現在如果想要的話 就可以秒殺後排 直接大閃之類的 灌進去 一定死 他現在這個裝備 一定死 那個傷害超級無敵高 時間終於拖到了十五分鐘 可是呢 問題就是十五分鐘 唉呀 走到外面去啦 沒有往下面繞 那就不用吃 十五分鐘 凱薩樓 你直接被我抓到了 沒讓一個二神 直接把你抓起來 遊戲結束 這就 我覺得就 就你可以看到 十五很多啦 A.N.K 那這個東西就是 可能要多打吧 我覺得 A.N.K 有很多地方 真的需要改 真的需要改 花時間去改 如果你今天 真的想要 贏的話 GCS 這一次開放了 五個名額去 APL 如果你今天是 GCS就六對 有五對可以出去 那最後一名 我覺得 不好看 對啊 我覺得是可以改 絕對有時間 你現在還有時間 可以改 那 季後賽 當然 呃 就 面穿完嘛 對不對 但是呢 後面還有其他的 這場 也恭喜 閃電狼 只是呢 N.K的問題一點 真的非常的多 要花很多時間 來去練習 來去改善 這可能就吃 他們的後期 他們的這個 教練團 來去怎麼樣 幫助這一支團隊 影片如果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 加分享 如果喜歡 輸出這個 最中立的 賽事分析台 歡迎訂閱 按讚加分享 我們本台 不站在任何 隊伍 完全不站在任何隊伍 因為我支持的隊伍 永遠就只有 SNG 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拜拜